社区提供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对 对 那个 我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文件 我今天可以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个 我是韩满奇韩律师 我是圣地亚哥的 那个华人律师 我在中国法学院 获得中国法学院的 学士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然后来美国之后 获得了美国的那个硕士 法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然后 现在呢 我是美国加州 还有 华盛顿州 华盛顿特区的那个律师 职业律师 职业律师 然后 我在来美国之前 也通过了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国家律师 资格考试 那个 所以基本上呢 因为 我在中国读了法学院 在美国读法学院 而且在美国职业 职业了二十多年 所以对中国 我本身也是华人 所以对中国的背景 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啊 社会背景啊 法律 这种环境啊 什么的算 了解的比较 比较透彻 我们律所的服务范围的话 主要是做移民 各类移民 基本上都做 然后还有就是公司法 还有就是合同法 基本就是这三 三块主要业务 行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呢 我就直接 直接奔主题吧 我今天主要是 主要讲的内容是 那个非移民工作签证 主要是LEA 跨国公司高管 或者经理的工作签证 或者是ER 投资人工作签证 当然其他的那个 非移民工作签证 我也会涉及到 在移民方面 移民签证方面呢 我主要是讲那个 跨国公司高管的经理 或者绿卡的 或者高管或经理的绿卡申请 同时呢 我也会提到 那个1比5投资移民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 像杰出人才呀 国家利益豁免呀 其他的这种 大家感兴趣的 这主要的几种类别 移民类别 下边的话就是 先主要 当然了我这个是 主要是针对成人 但是呢 我在那个 今天 今天的讲座的 后半部分 我会花 花几分钟时间 会说一下的 就是 对子女 因为有一些父母 不想来美国 移民或者是工作 但是呢 他们的子女 是有可能在这边 获得那个 移民签证 或者是工作签证的 所以最后的时候 会涉及到一部分 这样的内容 我最后会留 10分钟 10分钟 8分钟 左右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 有什么事情 可以 可以在 在这个 这个讲座后 就是最后的时候 可以问我提问 我第一个先讲的是 LEA跨过公司高管 或者经理的工作签证 这个工作签证的话 这个大家可能都是 都听说过 这个这种签证 它关键是什么呢 它是对公司 是有要求的 公司首先要看 这个公司 是美国的公司 和境外的公司 因为咱们 大部分是华人 华人有可能就是 这个公司 是在中国国内的 那就是说 就是美国公司 和中国公司 在股权构架上 要构成移民法规定的 这个跨国公司 所以呢 所谓跨国公司的话 它有很多种形式 比如说可以是母子公司 可以是姐妹公司 也可以是关联公司 也甚至可以是 那个叫祖孙公司 就是祖父级的 或者是孙子级别的 这种也可以构成 移民法上面的 这个跨国公司 这个要求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它移民法对这个公司 运营是有要求的 你这个公司的话 不能说是 比如说一年就做一次生意 或者是两年 做一次生意的这种 它必须是经常性的 然后呢 是持续的这种 来运营的 它不能说是 就像我说的 像个空壳公司一样的 这种是不行的 这是对公司的要求 那对外国雇员的要求呢 基本上是有主要的 就是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在最近的三年里边 就比如说我们提交 LEA 向移民局提交 LEA申请的时候 他要看 移民官要看 是不是在最近的三年里 三年里边 这个雇员 就要来美国工作的 这个雇员 他是不是在中国的 这个公司里边 要做过一年的 全职的高管的 这个高管或经理的 这个工作才可以 这是一个条件 另外一个条件呢 就是他要派到美国来之后呢 他在美国公司 他要从事的工作 必须得是高管 或者是经理的工作 那这是对他们的要求 就LEA跨国公司 那具体 LEA跨国公司 他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待遇呢 那就是LEA的持有人的话 一共可以持这个LEA签证 来美国可以待七年 如果是老公司的话 那上去就可以申请是三年的 就是一来了之后 就可以申请三年的 这是对于老公司而言 如果对于新公司而言的话 你只能是申请一年的 一年之后再延 每次延期是两年 不能超过两年最多 所以整个来说 就是七年 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的好处 就是配偶 就是LEA 他的配偶的话是 配偶的话 可以在美国国内 一起跟他的那个先生 或者太太一起生活 然后还可以工作 这是比较好的 那个一种签证方式 对于他们的未婚 未婚的未成年子女 这里的未婚 未成年子女 未成年是者 不到21岁的子女 他们的未婚未成年子女 可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去读书 有一些州的大学规定 就是他可以一直 就是享受 他是甚至可以享受 州内的学费 如果要是读一些州的那个大学 他们的未婚未成年子女 可以享受州的这个 这个州内的学费 然后还有呢 就是LEA这个签证的话 它跟其他的这个工作签证 不一样的 就是大部分其他的工作签证 它是不允许有移民倾向的 因为它是个非移民工作签证 但是LEA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法律明确的规定 说允许有 它可以有双重倾向 也就是说你想移民就移 不想移 就是人家不会说 因为你有移民倾向 给你拘调 不让你来 就是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没有名额限制 那每年你想想 就是它不像H1B 就是有一些非移民工作签证 它是有名额限制的 但是呢 这个的话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这是LEA跨国公司高管 或者经理的工作签证 这个是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一二投资 投资人工作签证 这个的话 对于咱们中国 中国的公民来说 这个是 这个是拿不到的 但是呢 因为有一些 有一部分中国人 他有可能先拿 其他国家的国籍 就比如说 先拿的 比如说 澳大利亚的国籍呀 或者是 加拿大的国籍 或者呢 拿的土耳其国籍 或者格里纳达国籍 格里纳达国籍 那就这些 因为这些国家的话 都是和美国有通商 还有通行 那个条约的 这些国家 主要成为这些国家的公民 那他就可以拿 E2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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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是这样的 就是 他是可以是小额投资的 他没有明确规定 他要看 当时 递交的 那个商业计划 是怎么写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有个几十万 看那个 规模 而且看这个 企业的 这个 在哪一个城市 做哪一行 是基本上是看这些的 他没有像投资移民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有明确的 那个金额的要求 他是没有的 所以呢 这个E2的话 就是这个E2的投资人工作签证 比较好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很快的 拿到其他国家的 这个公民的话 而且这个国家 是和美国是有 友好自由贸易协定 也就是通商和通 通行的条约的 这个国家的话 就会 这个比较好 因为有一些 像比如说台湾人 韩国人 他们在美国 其实就是 他不想拿移民签证 不想移民 但是他拿 拿这个E2的 这个投资人工作签证 他拿了之后的话 他们可以 他的配偶可以来美国工作 他们的孩子呢 也可以来美国 就是未婚未成年的孩子 也可以来美国 读书 可以读公立的学校 也是就是在有一些州 读大学的时候 是可以给他们 享受中内学费的 也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种好的地方 就是说只要 他的生意在 就他的那个公司 在持续运营的话 他每次入境 就是海关会给他 两年的身份 所以都相当于 两年两年两年 这种无限的往下延 所以就是有 如果是自己 就是作为父母 如果是对这个 这个感兴趣的话 那可以 就是如果要是 拿到其他国家的国民 然后可以考虑这个E2 投资人工作签证 这是E2 下边的话就是那个 今天要讲的 就是跨国公司高管 或者经理他的绿卡申请 就是我们一般都叫EB1C 这是属于职业移民里的第一类 这个的话 要求是跟LEA要求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就是也是对公司要求 都是有股权股权方面的要求 就股权构架方面要求 要有要求的 必须要构成移民 移民法规定的这个跨国公司才可以 然后呢 也是公司要 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 都要持续的这种运营 不能说是三天打鱼 两天赛网的这种 所以呢 就是这个也是对公司要求 然后呢 对国外对那个雇员的要求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在最近三年里边 要在中国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境外公司里边 要从事一年的那个全职的高管 或者经理工作 然后呢 他拿到绿卡之后 他在美国的这个公司里面 做的工作呢 也是要高管 或者是经理工作才可以 就是这个 那个 但是有一些新公司的话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 LEA 其实LEA 大部分LEA 拿LEA跨国公司高管的这个 非移民签证的这些人 他们拿到了 如果是新公司的话 新公司 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新公司是第一次申请是一年 那延期之后是 可以要求两年延期 那他第一年延期完了之后的话 有一些人要办那个绿卡 那他们就会如果符合条件的 他就可以考虑这个 跨国公司高管 或者经理的这个 EB1C的这个绿卡申请 所以呢 但是对于新公司来说 你不能说我上去 我直接在美国刚开一个公司 我上去就给这个人办 那个EB1 EB1C的这个 绿卡申请 这个是不符合 规定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公司 收购了美国的一家公司 如果美国这家公司 比如已经存在了超过一年 所谓存在超过一年的话 就是必须这公司是持续性的 经常性的这种 有系统的这种运营才行 而且他的员工什么的 你不能太少 不能就两个三个五个的这种人 就这种公司这不行 但如果要收购了这种公司的话 那他可以上去直接就可以给这个雇员 办理这个EB1C 跨国公司高管或经理这种绿卡申请 那这种的话 它是因为它是职业移民第一类 所以呢 它是有绿卡排期一说的 从 但是正常情况下 历史上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排期的 但是从2018年以来 有排期排了差不多两年多 然后最近几个月又没有排期了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种 那个绿卡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式 而且这一种的话 这一种EB1C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就是收到了绿卡的话 就是永久绿卡 它和投资移民是不一样的 一会我会讲到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收到的首先是临时绿卡 但是这个跨国公司高管 或者经理的这个绿卡申请 就是EB1C 它首先收到的是永久绿卡 然后 对下边就是 EB5投资移民 这个绿卡申请 这个可能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中国人 咱们中国人都大部分都听说的 都是这个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的话 基本上是我今天大概就简要的介绍一下 基本的这个 一些基本信息就是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的话 一般分两个种类 一种是直接投资 一种是区域投资中心 这种投资方式 直接投资呢 就是你自己开公司 或者是自己入股 投入到美国的那个 买了美国的哪一个公司的股权 然后入股 这种叫直接投资 像直接投资的话 它法律明确要求 说要创造十个工作机会 这是直接投资 就相当于是自己投资 自己开公司 自己投资 自己管理 这是直接投资 那区域投资中心这种方式呢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个人或者是企业 他们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 然后呢 申请成为区域投资中心 然后移民局批下来之后 他们有项目 就是区域投资中心 有自己的项目 然后呢 投资者 就是要办投资移民的这些投资人呢 他对他们这个项目和 区域投资中心感兴趣 所以呢 他们就选中了 他这个区域投资中心的某一个项目 这叫区域投资中心 这种方式 目前来说 因为刚刚有新的法律来通过的 所以呢 今天移民局刚刚公布了 区域投资中心的新的申请 新的那个区域投资中心的 这个申请表格 叫i956这个表格 它是今天刚刚公布出来这个表格的 之前的那个区域投资中心 好多区域投资中心 现在就是相当已经作废了 也不是作废了 就是现在咱们在申请的时候 必须要等着这个移民局 重新批准这个区域投资中心 然后他们批下来了之后 投资人才能去选他们的项目去 所以呢 就是我们业内 大家猜测 可能今年9月份 10月份之前 都不一定能有 新的区域投资中心被批下来 这是最新的规定 整个流程的话 1比5就是投资移民 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呢 就是当然选是投资 直接投资 还是间接 还是这个区域投资中心 这种方式 选完了之后 投进去 把钱投进去之后 下一步的话 就是递交i526 向移民局递交i526申请 这是这个 但是新的法律规定的话 如果这个人本人在美国 如果在美国期间 他的那个i526和485 他是可以同时递交的 但是前提条件的话 是这个人 投资人或者投资人 必须在美国国内 是有合法的这个身份 同时呢 绿卡还是一定要有名额 他才能在美国国内 同时递交i526和i485 这是一条线 那个一旦i526和485批下来的话 投资人获得的是临时绿卡 就是如果投资人在美国国内 如果投资人不在美国国内 而是在 比如说在中国 在国内在等 中国国内在等的话 那他第一步就是 投资到了位之后 他要首先递交的是i526 向移民局递交i526申请 i526批下来了之后呢 会转到美国的国家签证中心 美国国家签证中心 我们简体简说的就是NVC 就是递交到国家签证中心之后 就要等着排期 排期到了之后 那个当然了NVC会通知 通知律师 通知投资人 说你排期到了 你可以交费了 或者是递交一些 比如说犯罪记录公证啊 出身公证啊 有一些这些文件 还有一些表格要填写 这一步结束了之后的话 就会等下一步 就等待广领馆 就广州领事馆去签证 去面签去 一旦面签签过了呢 广领馆就会给 在那个护照上印发 移民签证 移民签证就是投资人 这些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 就可以拿着这个移民签证 可以入境美国 入境美国之后 有两年 就是拿临时律法 其实是拿两年的 到了两年的时候 他要递交这个 向移民局递交 I829这个申请 这是整个流程 下来的话 目前来说移民局 I526审批时间 是三年到六年差不多 I829的审理时间 也是三年到六年 再加上中间那两年的临时旅卡 就基本上 按现在的进度的话 最快的话也得差不多 这八年吧差不多 但是移民局它是有计划 说是计划在2023年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I526的审理时间缩短到半年 同时也把I829的时间缩短到那个也是半年 那其实就是恢复到了2011年2012年那个时候的进度 那时候审理的时间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咱们不考虑排期的 排期的问题 绿卡排期的问题的话 那这种就会比较快一些 有可能就是从从开始到拿到永久绿卡 有可能是三年三年四年三四年就差不多了 这就是能拿到永久绿卡 就是这个 但是呢这个EB5的话 投资移民和刚才的我说的那个跨国公司高管的 这个投资它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对于EB5投资移民来说 移民法规定的 它严格要审查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资金来源 资金汇出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但是所以这个是这是在递交I526的时候要 就是有一半的工作量是在这个上面 就是我们律师啊 或者是投资投资人的这个工作 好多就材料要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但是呢对LEA或者EB1C 就是跨国公司高管这种 这种方式呢 这种移民方式而言 一般请问一下移民局是不查它的资金来源和资金汇出的 所以呢就是这是 这是它的两个区别 然后呢到I829 I829阶段的I829阶段其实就是永久旅卡的这个阶段 I829阶段的话 其实主要移民局就要审查的就是这个项目是不是创造了这个足够的这个法律要求的这个工作机会 然后呢还有中间这个投资人有没有那个抽逃了资金 他主要是审查这些 这些内容 然后新的法律已经生效的这个法律的话 它的那个投资额是不是原来的50万和100万 而是现在的80万和105万 这个80万的话必须得是我们叫这个TEA这个地区 也就是移民局规定的 就是移民局来认证的那个高失业力地区 偏远地区 还有一些基础建设呀什么的这些 就是人家是这个是移民局来认定的 说你哪些是可以投80万 但正常正常情况下都是105万美元 这是投资额 区域投资中心 还有啊这个不一样的新的法律规定的 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 就职头方面不能集资 像那个之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有几个 像有一些投资投资人他们有有几个 有几家关系很好是朋友 他们说咱们抱团去在美国职头 就是直接投资咱们开个公司 然后咱们每家办那个1B5的投资移民 但是新的法律规定的话 是不能这种像集资之头 就相当于一个企业 一个企业办一个办一家 一个企业办一家这种 不能说大家伙抱团抱团之头的这种 这是还有好多新的规定 这是1B5投资移民 下边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绿卡 申请的类别 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我们叫EB1A特殊技能人才 也有的人会叫杰出人才 但是我们英文翻译一般正常情况下 应该翻译成特殊技能人才 这是EB1A 还有EB1B 这是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 这个类别 然后还有另外一类别的话就是Perm Perm就是劳工证 劳工证最主要的包括就是第二类和第三类 这个职业移民的第二类和第三类 这个劳工证 通过劳工证这种方式申请绿卡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 我们叫NIW就是国家利益豁免 这种方式 下面就是主要讲一下 就是EB1A这个特殊技能人才 这种绿卡申请的这个方式 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广了 就比如说在艺术类呀 教育呀商业呀 或者体育或者科学方面的话 如果这个申请人 外国的这个申请人的话 他比如说他在他这一行里面 达到了去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都已经享有国家级的 或者国际国际级的这种这种生意 或者获得了国这种这种成就的话 一般情况下可以申请这个EB1A 基本上当然了 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得了奥斯卡奖的话 像这种国际大奖 只要得一个就可以了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奥斯卡奖 或者是诺贝尔奖这种 得一个大奖的话 咱们就不需要考虑别的问题了 他基本就他就会满足这个EB1A的这个要求了 但是如果满 因为得毕竟是得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奖 这种人还是极少数了 所以呢 对于大部分其他人来说的话就要符合下边就是有十个标准 十个标准的话至少要满足三个标准才可以 第一个标准的话就比如说是必须获得全国性的或者国际性的这个奖项 这是第二个的话就是必须是专业协会会员这个资格 这个这个会员的资格的话不会是不是说普通的资格 就比如说就比如全美全美全美化学协会的会员 那像这种的话只要是个本科毕业的人 或者是在在校的学生都有可能可以加入 像这种的话没有太大的用处 他必须是专业协会会员是因为他自己的成就很高的成就 所以被邀请加入或者是加入的时候必须有人推荐 就是这种加入的条件很严格的很高的才可以 然后还有是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的话基本上就是有专业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大的媒体报道 或者是他的专业的这个期刊呀 期刊的报道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那个评审评审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别人同行的其他人的这个评价评审 就比如说那个某一个项目 比如说是由他来组织他组织的过程中 那个他来他来组他来评他来选人 然后呢这些这些他来选人 然后呢每个项目有就他项目里边谁做的好 谁做坏他来他来来鉴定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国际大赛 他是评委呀 呃这些都是可以的 呃还有的话就是给给那个学术期刊 呃来作为评评审主编这种呃都属于评审方面的 呃这个条件 还有原创性的重要贡献 他必须在本领域他是有传呃 呃原创性的重要贡献 当然就比如说有有些专利呀什么的这些也可以 呃这是呃 专利但是移民官的话还要看除了是有原创性的贡献 他还要看是对他的本行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这个出风口 啊听得到吗 是有人听不到吗还是怎么的 哦可以听得到的问题 啊行 然后还有就是学术文章啊 啊学术文章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在学术期刊上 呃 学术期刊上啊 杂志上啊 啊这种这种来发表的这个文章 呃还有的话就是展览 展览或者是展示 这种他基本上就是作为艺术对于艺术类的就会比较多啊就是展览方面的这个 还有领导作用他必须在关键的那个呃在那个他自己的组织或者是某一个公司某一个机构里面起到那个关键的领导性的这种作用 这是呃这是这是这是这一条 然后还有高新高新的话对于咱们中国呃中国中国中国大陆人来说的话呃因为在中国是高新但是呃移民局他有可能在呃看高新的时候他有可能有可能会跟美国的那些比较大的公司呃他们的高管呀或者是那些他们的他们的高管或者他们相应的就比如说工程师啊或者什么的相应的他有可能和美国的这些这些人对比呃 然后还有中国的高新的话有一些是可是有可以有税务各方面的支持支持的就是文件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没有的所以这是呃高新方面的这个要求还有就是商业方面的成功就比如说有一些表演艺术家呀还有就是呃音乐家呀什么的这些他们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呃就比如有一些呃就比如有一些呃那个演出票房他是看这些就还有他有 他有些唱片呃呃呃哎呃呃呃录影带呀呃呃电视电视节目他就他看的是这些呃呃呃就是票房还有收入呃呃他是看的点击率他是看这些方面的所以呢这是呃呃呃 éénb1a特殊技能人才这个的话是这样的一b1a特殊技能人才的话嗯你说你在哪某一个领域你是很杰出 取得很高成就 那来美国之后 你还要在同样的这个领域 要做一样的这个 一样的工作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要如果说你自己在 比如说在 在那个医疗领域 就是取得很高成就 你来了美国之后 你不能说 我去投资去了 我做 我投资 比如说我投资去做 做贸易去了 或者我投资去做房地产 那这种是不行的 因为移民官要求看的 就是你说你在哪一方面 是很杰出的 那你来了美国之后 你要 因为你是专才 你要接着在你这个领域来工作 这是要求 这个EB1A的话 它有一点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说 它不需要有就是雇主的支持 所谓雇主就美国雇主的支持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雇主的支持的话 你必须要有详细的商业计划 不是详细的计划 就是工作计划 就是申请人必须得有详细的 就是工作计划 说我来了美国之后 我打算做什么 我怎么做 这要有详细的这个计划 第二个的话就是 下一个就是比较主要的 就是EB1B 叫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 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 对于搞科研的这个 这些人 或者是在大学里边 研究机构里边 是那个做教授的 就是但是他可以是副教授 或者是教授都可以的 这个的要求的话 就是必须得雇主来帮他们申请 而且是美国雇主 美国雇主要帮他们申请 然后呢 必须要有三年的这个申请人 必须有三年以上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 在他相关领域的研究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教学经验都可以 这是 这是要求 那个研究人员的话 就有一些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也是可以有的 因为私人公司有些做研发 做研发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私人公司来说 他的他必须除了这个研究人员 就是咱们要申请绿卡的 这个研究人员 必须有其他的三个全职的 研究人员才可以 而且这个公司的话 在他业内要 要就是说要 小有成就吧 不能说是 我刚成立要什么没什么的 这种也不行 对 这是EB1B EB1B的话就是还要 就是也是要在 那个一般前来都是科学 或者或者学术领域 要有国际性认可的这个成就 他的话就是跟EB1A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基本上 要符合其中的两条 两条的话就是一个看那个奖项 有没有获得重大奖项 你像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咱们在研究生 读研究生的时候 什么优秀学生啊 或者读博士的时候 什么有一些开会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些 有一些国际会议 或者是国家会议 国家级的会议 他会给一些什么优秀 什么学生奖啊 什么的这些 这些都不算 因为他是把 把申请人放到整个 整个的他这个同行里面来比较的 你不能说我是杰出的 什么青年 青年什么 青年那个研究人员 他是把你整个 把你这个人放到 整个的这个同行里面来比较的 就是这个 然后还有专业协会的 那个会员的资格 这个跟我刚才说的 EB1A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是 只要是本科生 差不多就可以加入的 只要是学这个的 做这个的 谁都可以加入 交个会费就可以加入的 你像这种的话 就是 这种的话是不符合 这个这一条要求的 还有媒体报道 跟刚才的那个 EB1A 也是差不了太多 评审 鉴定 也是这个 还有的话就是 原创性的重要贡献 跟那个 EB1A 也是 也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要在 发表的学术文章 发表这些学术文章的话 它是有 有就是 他们 基本上有是在 就是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还有一些在那个 国际这个会议 上面有一些 那叫 叫Presentation 我们叫Presentation 也是就是国际 提交给国际会议上面的 那个论文 被国际会议采纳的这个 也是属于 学术文章里的一部分 当然了就是 如果要出过专注 或者是 某一本书的 某一个篇章 是 是申请人 来写的 这种 这种也算学术文章 这是 这是杰出教授 或研究人员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 我刚才讲的那几个就是 EB1A EB1B EB1C 这三个都是 职业移民的第一类 他们三个 他们排期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职业移民 都是第一类的 都是 现在的话都是有名额的 对于中国 就是出生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 这个申请人来说 这个第一类都是有名额的 NIW 就国家利益豁免的话 它是第二类 属于职业移民的第二类 这一种的话就是 它基本上就要看 申请人的这个专业研究领域 它是有实质性价值 和国家性的这个重要意义 这一点的话 就比如说 如果是学 学科学的呀 工程啊 商业呀 这些艺术啊 基本上这些 第一条这个会 比较容易来满足 还有的话就是 第二条必须满足 就是申请人 它是处于推动 本领域 就是它的 它本领域进展的 有利位置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当然如果要是有 比如说美国 就是博士啊 不一定是美国的啦 如果有博士学位呀 什么的这些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关系 它要看其他方面 它要看其他的方面的 是 然后第三点就是 移民局在审理这个 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豁免的时候 它会平衡 它会考虑各种因素 考虑各种因素之后 它如果觉得 如果那个 豁免了这个 劳工证 这个要求的话 会让这个 会对美国的 这个国家利益 有重大利好的时候 它就会来批准 这个Niw 国家利益豁免 这个律好申请 一般其他 它平衡各种因素 它都考虑什么因素呢 它一般考虑就是学位 就是申请人的学位呀 或者是专业协会会员呀 或者它比如说 有一些执照 就是从业执照 比如说什么律师执照啊 什么医生执照啊 就类似于这种 执照 还有的话就是推荐信 推荐信是 除了在国家利益豁免 这里面推荐信很重要 在 刚才我提到的 特殊技能人才 EB1A 和杰出教授 杰出研究人员 这个 EB1B 来说也是推荐信非常重要的 这是 所以这几类都非常 推荐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然后还有 我们一般客户 我们都需要客户 给我们提供 七个左右的推荐信 还有发表的这个研究 就申请人发表的研究文章啊 论文啊 学术期刊的引用啊 像这些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薪水 他的薪水和别人比的怎么样啊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项目 是不是有别人来 别的机构啊 或个人 有没有人来资助他呀 有没有人投资啊 或者他在研究的 或者他做的这个领域 他有没有给美国 那个创造就业机会 他是通盘考虑的 这个移民关在审理案子的时候 是综合起来考虑的 那这个国家利益豁免的话 这个他也是不需要雇主来 美国雇主来支持支持的 但是呢 他跟那个特殊技能人才 EB1A 他的要求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来到美国之后的话 就拿到绿卡 来到美国之后 他要在他的本领域里面 继续工作 不能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能 比如说他说 他是 他当时跟你说 我是在 就比如研究癌症方面的 这个专家 他是通过这个国家利益豁免 来拿到了绿卡 来了美国之后 比如说他去做别的工作去了 就比如说他去 他去投资去了 搞那个基金投资 或者是做房地产去了 或者是做别的其他的工作 这种的话不行 所以呢 像国家利益豁免 这个也是要有详细的 这个工作计划的是 申请的时候 要有详细的工作计划 还有的话 这个是 其他的话就是 大概说一下 其他的这个 非移民工作签证 非移民工作签证的话 是这样的 这个OE 刚才讲的是 LEA 跨国公司经理和高管的 这个工作签证 还有的话就是 E2 就E2的这个签证 E2签证的话 它是有国别限制的 所以呢 但是 像O1的话 O1就是也是叫特殊技能人才 它对应的其实就是 EB1A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移民方式 这个移民方式 那个 他们两个是对应的 只不过这个OE是非移民的工作签证 这是 OE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 OE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就是第一 首先是拿三年 三年之后是一年一年 这种拿 这种就是可以延的 一年一年拿 基本上OE这种的话 都是很杰出的 它在它这一行都算非常杰出的人 它有的时候是 它本身很杰出 所以公司 美国公司就是愿意帮它办OE 还有的时候就是 H1B 就我 我下面讲的这第二类 H1B它拿不到 因为H1B 每年是有抓丘的 抓丘的话抓不到 那但有一些人很杰出 那它抓不到的话 公司说好 我为了 我为了要你给我继续工作 所以呢 我给你办OE 这是工作 OE工作签证 这个E3工作签证的话 就是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国籍的人 他其实是 他的审批呀 其他的这些程序 跟H1B差不多 H1B是什么样呢 是就这种 白领的这种工作机会 是就比如说大学本科 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 他们找到的这个工作 这种工作的话 基本上都是 白领的这种才可以 而且这个工作本身 只有就是本科毕业的人 才能胜任才可以的这种 但是他的话 好就是好在 他是允许有移民倾向的 这个工作签证 然后拿H1B可以拿六年 就是先拿三年 然后再拿三年 他和LEA是一样的 是允许有移民倾向的 这个工作签证 然后呢 P3的话 P3的话是就是 比如说国内有一些艺术家 比较有民族特色的那一种 就是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的那一种 就比如说是 跳民族舞啊 或者是武功啊 或者是比如说 中国的传统乐器啊 什么的这些 他可以来美国 就申请P3工作签证 然后来美国的话 他主要就是来推动这个文化 传统文化的这个 这些艺术啊 音乐呀 这些形式在美国来推广和教育 就是推广教育 教授这个美国人这些 这些方面的工作签证 这是P3签证 还有的话就是天签证 天签证的话就是 有一些中国人 去拿了墨西哥的国籍 或者是加拿大的国籍 但是呢 尤其是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天比较冷 所以他们那边福利 社会福利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的税收比较高 而且工作机会 不如美国的工作机会多 所以就是他们有的 有一些人拿到了 就是加拿大的国籍 然后呢就申请TN签证 这是 但他只能 这个TN签证只是开放给 那个 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的 还有这一访问学者工作签证 这个的话咱们大陆的人 咱们国内的人大概都会比较了解 像这个访问学者工作签证的话 有的是一年的 有一年半的 有三年的 这种是不等的 可以到大学里 可以到研究机构里 这是都可以的 但是这一签证 有一点比较特殊的要求 就是说必须在拿到了 这一签证之后 然后呢 用完了之后再回国 要有回国服务 服务两年才可以 如果不满足回国服务两年的话 如果比较要转成其他的签证 比如说像H1B呀 或者是LEA呀 或者是办律卡 其他的这种的话 如果不满足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的话 就必须要申请这一豁免 这是这一 这一访问学者工作签证 这是基本上边的话 就是跟大家 大概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一个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移民的这种方式 有几种方式 还有的话就是 还有就是非移民工作方式 因为有一些人是不想拿绿卡的 所以就是想来美国 美国其实就是带海 把孩子带过来 孩子比如说陪着孩子读完高中 孩子上了大学之后 那他就要回国 他其实不想在美国长期待的 所以也可以考虑 我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非移民的工作签证 那如果是自己不想来 但是子女 比如说子女 现在已经是高中 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 或者是研究生 他们子女是可以自己 可以考虑的 有一些非移民的签证 就是说他们靠他们自己了 基本上就是非移民签证 一个是F1学生签证 这个就是国际学生了 国际学生签证的话 当然他们在读书期间 可以申请CPT 就是可以申请CPT的话 可以工作 那他读完书之后 有OPT这一说 就是一年的OPT 就是拿了OPT 可以工作一年 如果他学的是 就比如说是工程啊 科技啊 科学方面的这些专业 现在美国法律 他又扩大了一些 就是比如说 甚至有一些学商科的 他都可以算成这个 叫STEM专业 像这种的话 就是他们申请这个工作 就是实习 我们叫OPT 叫实习 就是毕业之后的实习 像如果是我刚才说的 那些专业的话 除了拿了一年的OPT之后 还可以再申请两年的 叫STEM OPT 这种工作的这个身份 可以工作 工作了之后的话 他如果不想留在美国 又有美国的一些工作经验 他就可以回国 再找工作就会比较容易 这是学生签证 然后呢 还有的话就是 HEB工作签证 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孩子自己毕业之后 自己找工作 让公司帮他们办 还有另外一种 因为加拿大的那个 绿卡和公民算 美国估计是世界上 差不多比较难拿的 那个公民和绿卡 是算比较不容易的 就是他的要求 比较高一些 所以呢 如果TN签证的话 如果孩子以后 如果拿到了加拿大的公民 他如果想来美国工作 也可以申请TN工作签证 还有就是他拿到其他国家的 那个签证 如果那个是和美国是条约国的话 也可以 可以申请E2签证 就E2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签证 当然他很杰出 尤其是有一些博士毕业的 在美国博士毕业的话 他有可能够符合条件申请OE 就是特殊技能人才的这个工作签证 然后还有P3工作签证 P3工作签证 一般在美 比如说子女在中国学的那个 比如说学的艺术 比较有中国特色的 或者是在美国学的 也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这些他也可以用P3来工作 申请P3工作 当然了他们也可以申请 就是这一法文学者工作 这个签证也是可以的 这个要求是跟刚才上面提到的差不多 然后如果是父母 父母不想移民美国 但是想要给孩子移民的话 其实是可以 子女可以考虑一下的这个申请类别 一个就是EB1A特殊技能人才 因为在这边有一些孩子 尤其在美国 美国这边读书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读过书的 尤其是读过书 PhD就是博士毕业的 他们有可能会符合这个条件 当然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领域的也有可能 就比如像姚明啊 朗朗啊什么 他们其实都是可以归到 这个特殊技能人才的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到时候要个案分析 这是然后还有第二类的话 就是EB1B就是杰出教授或者研究人员 这个也是的 跟我上边讲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子女自己来申请 然后国家利益婚免这个也是一样 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这个EB5投资的话 投资移民是这样的 它是可以父母赠予的 就是父母把钱 虽然孩子比较年轻 孩子可能自己没有资金 但是父母可以把钱赠给孩子 就可以孩子可以办理 这个投资移民 这是是这一种 然后还有就是婚姻移民 因为孩子他们毕竟年轻 可能20 20 30 20到30中间吧 他们如果要是在美国 美国的话 他可以通过婚姻移民 但是如果不在美国也没关系 在其他国家如果有机会 当然他和美国公民结婚 或者和那个美国绿卡持有人来结婚 就美国永久居民来结婚 或者正在办理 就是绿卡的人结婚 人家办绿卡的话 他跟他结了婚之后 就相当于坐了车 跟他一起办 但是婚姻移民的话 他必须得是正结婚 不能是假结婚 这是所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Perm Perm的话就是 基本叫劳工症 其实这种的Perm的话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他是属于可以属于第二类 也可以属于职业移民的第三类 如果要求的这个工作本身 要求的是至少这个要有本科 加上五年工作经验 或者是研究生以上的这个学历的人 才能胜任的话 这个基本上都是归到第二类了 就是叫Perm叫劳工症 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有美国的这个雇主 来支持才行 就是首先要到那个劳工部 美国劳工部 来第一个阶段叫Perm 这种就是打广告啊 招聘啊 如果招不到美国 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 没有任何人来 来那个 胜任这个工作 或者他们不想来 就是美国的公民或绿卡 他们 虽然他们是符合条件 但他们说不想 不想工作 他就可以办这叫Perm劳工证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劳工部批了之后 第二步的话就是叫 像移民局地叫I140这个申请 移民局批下之后 如果绿卡排期排到了 第三步就叫I485 像移民局地叫I485 I485批下来之后 他们就是拿到了这个永久绿卡 这是这个Perm这个类别 我基本上 不好意思啊 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说的 我说的类别比较多一些 因为基本上 大概都涵盖了 当然就这个亲属移民什么的 我没有 没有说特别多 所以呢就是 现在的话 大家谁有问题 可以 可以提问 有什么问题 韩律师 韩律师你好 我是恩的 那个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 非常的仔细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昨天我们 昨天帮我们讲的是 那个中国的外联的 一个负责人帮我们讲 那他们是从中国 目前的角度 那哪些 有哪些可以办的 那他们是推 因为EB5要等的时间很长嘛 那他们 当然现在是讲 从这种高管 或特殊纪人 才用这两个方式 听起来好像是最快 因为他们有限额 那我只是想知道 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从 因为他们在中国人也可以 案子也可以从美国办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 费用的话 是什么多少呢 一个上位 我知道很难 每个人的case又不一样 我只是curious 对每个人的 他高 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那个 个案是不一样的 有 都是 每个个案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那个什么 但是像我们 像正常的律师务所的话 不会说是 收个十几万 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美元的 因为律师费 如果是这些 那就是不对的 不对劲的 对 所以呢 基本上是 正常要是几万 几万美元 但是每一个 每一个不一样 对 因为有一些 而且在美国国内 和美国国外的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说 像我们 美国国内的 就比如说 像特殊技能人才 像或者是这个 这个杰出人才 特殊技能人才的话 我们收费是 不一样的 因为在美国的话 他们有好多都是 博士毕业 他们本身 他找推荐人 非常容易找 而且他们那个 英文都是很好的 所以就是工作起来 而且他们的好多文章 他们的文章 写的发表的文章 这些所有的资料 好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所以就是他会比较省 就时间 就是对我们工作量来说 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是要看工作量的 这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看 就是希望比较大的 我们才我们才我们才 我们才帮助办理 如果希望不大 我们不会像有一些 我们不会说是给所谓的包装 我们只不过是挖掘亮点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黑是黑 白是白 因为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无论你通过哪一种方式 得到的绿卡 或者是以后变成公民 移民局都是有 就是他都是可以回来 再接着看的 说万一里边有问题 他都是可以回来 就是十年二十年 多长时间之后 他都有可能回来再看 说你当时申请的时候 有没有里边的有一些 有一些文件 有一些材料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们作为律师 就是说就是会这方面 都会给客户就是把关 我们也不会建议客户 就里边黑的说成是白的 或者什么的这种 不会不会做的 因为这也是影响到 我们的口碑 我们不会拿着我们的那个 因为在美国 你也知道 可能大部分朋友也都了解 在美国的话 执照医生 医生 律师 会计师 我们这些执照 都是我们都很重视的 很正规的 对 所以基本上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高管的话 就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的人 他有可能符合好几个 就是好几个类别 就比如说有的人 可能他就既符合 特殊技能人才 又符合杰出的这个教授 或者研究人员 他又符合这个国家利益豁免 他可能都符合 但是有的人的话 经过我们评估 他哪一个都不符合 那没有办法 对 所以 所以 但是有 就是我们要 要看的 如果要是 哪一个都不符合的话 我们会跟他说 如果要踮起脚来 就比如说 他要再经过半年 或者一年 来 来送集文件 或者他知道 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这种也可以 就是我们会 会跟客户 去 去建议客户 说我们现在不能接你的案子 然后 但是如果有一定的希望的话 我们现在不接 但是呢 我们会说 那个 我们可能在 你要努力 在哪一方面努力 努力了半年 或者是一年之后 我们是可以接的 对 所以 基本上都是这样 因为像我们说的 我们不是说 撒大网 捞大鱼 这种 我们都是 有 就是为了客户负责 当然也为了我们自己 对 我们的口碑 对 因为我们也是好多年 我们不想说 就为了 为了那个 什么 把口碑 自己的口碑 因为在美国 律师 医生 都是很重视 口碑的 对 韩律师还有一个问题 上次我们聊的时候 你有提起 就是说 有的人他会带孩子来 是观光签证来 来这边念书 再回去 再来 后来孩子再办身份 可能会有问题 你可不可以稍微 跟大家解释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有的人 对这不太清楚 行 是这样的 带孩子过来美国的话 就是如果是 旅游观光身份 叫B1或者B2来的 来美国的 他是不允许 不允许读书的 他必须得在美国国内 转成了 转成了F1 就是学生的身份之后 他才可以读书 但是呢 期间的话 不允许读书的 虽然就比如说 在加州政府 或者有一些州 他不管 州政府的话 他学校的 他学校会只看说 你们家住在 只要住在 我这个学区 孩子就可以 孩子就可以读书 他有的时候是可以 有的时候他就 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 他就 但是呢 是从移民法角度来说的话 B1 B2 来了美国之后 就读书的话 这是 违反移民法规定的 人家没有发现 如果发现的话 入海关的时候 人家可能就遣返 遣返的话 可能 三年五年回不来 或者是以后 到了大使馆的话 再签别的签证的时候 人家如果发现了 尤其是父母 发现父母把 自己家的小孩子 带来美国 就比如说 人家开学 他就带过来读 就是旅游观光身份 开学就过来读 然后呢 放假就回去 要被发现的话 最严重的 我们曾经看到的 最严重的是什么呀 那个 大使馆说 他是人口拐卖 说他自己 把自己家孩子 带过来 人家有可能 人家会说 他是人口 就拐卖人口 拐卖人口的话 基本上就相当于 这个人一旦让人家 大使馆说 他是拐卖人口的话 他基本上下辈子 就来不了美国了 基本上就是 无论是通过 通过什么方式 就是非移民签证 还是以后办移民 他基本上就是来不了了 对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 来了美国 就是不要想着 就是租了房子 我只要租了房子 买了房子 我们家孩子 就或者是我自己 就自动去到公立学校 或者私立学校 就去读书去了 在美国的话 他分得很细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刚才说的 比较时间有限 所以呢 我都是简要的介绍 每一个类别 都有自己非常非常详细的 这个 非常非常详细的 这个规定的 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好的 谢谢 还有任何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我们已经把那个 韩律师的联络的 微信邮箱手机 都已经摆在 里面了 所以你们可以 直接跟那个 韩律师联络 还有他这个 screen上面 有他的那个QR code 对 OK 那个Linda 您说好像 您这个要录下来 是要放到 放到 放到是 放到什么 放到您网站 还放到哪 Iris Iris Yes Are you there Iris You recorded 我们那个韩律师 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人 进不来的时候 那那个 他们如果想要听的话 我们才会发给他们 这样的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随便摆在 那个 public sharing 没有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 有的人很介意 yeah 好的 那 我们不share也可以 我们完全是 因为对不起 我们今天的zoom 那个address 也有点 有点出入 所以变成你那时候 也没办法进来 我自己都没办法进来 那个 我自己没办法进 自己的zoom room 快消失了呢